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5日 就是上个礼拜 西非国家几内亚特种部队发动兵变 扣押现年83岁的总统阿尔法 孔带 同时宣布解散政府 暂停宪法实施 关闭该国陆地边境一周 2010年前 反对派领导人阿尔法 孔带当选为新一任几内亚总统 随后在2015年连任 原本他规定是这个总统任期只能担任两届 但2020年几内亚宪法公投之后 总统的任期被延长 孔带的任期又被中计 并于选举舞弊的争议之中成功当选 几内亚的经济依赖矿产开发 大部分的利润却被这个权贵中保私囊 导致民众未能从中受益 加上这个COVID-19武汉肺炎的疫情 导致该国经济不振 孔带与政府于这个经济低迷的时候 趁火打击宣布大幅加税 以及将石油价格拉高以重新充实国库的理由 触发反对派的民怨沸腾 策动着大规模示威抗议 孔带却用更严厉的手腕镇压反对派 触发兵变的直接导火线 是因为政府国库的捉襟见肘 试图削减政府开支 那并得到议会批准 一名西方外交官告诉英国记者说 几内亚政府曾经试图解雇该国特种部队的一名高级成员 从而引发政变 基于这个孔带政府横征暴敛 暴政引发民怨 而政变叛军也没有对这个文人反对派有任何的动作 几内亚民意似乎对政变表现出广泛的支持 几内亚文人反对派领袖同时表示 对政府政变喜闻乐见感到非常欢迎 并夸奖这个军部击垮暴政 发动政变的行为 国际形势的话 包括联合国非洲政府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多个国际组织 以及中国 法国 美国等国家纷纷谴责此次政变 并要求政变的军人立即释放总统孔带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非洲联盟先后宣布暂停几内亚的成员资格 那请阿姨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西非的局势 刘仲敬 几内亚是西非国家当中的另类 因为他是经过瑟谷 杜尔 西非国家几内亚的政治家 几内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1958至1984 民族主义者 兼反非主义者 他在任期间 几内亚实行亲共外交政策 特别是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持紧密的关系 而与西方国家 尤其法国 关系一度不佳 德革命政权 法与西非国家一般都是法兰西共同体的成员 对他们来说 独立不独立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 法兰西共同体和法国殖民地的差别是不大的 他们大多数国家都指望在独立以后 继续接受法国的财政补贴 瑟谷 杜尔市接受了苏联和中国的影响 在冷战时期才大胆地提出反对殖民主义的口号 驱逐法国人 依靠苏联和中国的援助搞左派政府 因此被戴高勒开除出了法兰西共同体 因此六十年代以后 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那一段时间 它是一个类似埃塞俄比亚的红色据点 这时苏联和中国给他输送援助来作为亲法派 法兰西共同体各国得到法国援助一个替代品 当然 这样的政权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迅速崩溃了 所以 冷战结束以后产生的新政权又重新回到了法国的怀抱 但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折腾以后 它实际上已经错过了很大一段很长一节的基建 所以使它变成在西非国家当中的一个特别落后的国家 后冷战时期的全球主义时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撤出非洲时期 过去作为苏美冷战而实施的大部分援助在这一时期都不复存在了 同时 在冷战时期依靠太上皇的背景发动的各种政变 在这一时期也被抽象的民主化的口号所取代 像美国出兵海地 出兵维护阿里斯蒂德政权 来要求军政府还政于民这件事情是只可能在全球化时代发生的 在冷战时期 并非苏联背景的军政府是不大会受到美国人直接制裁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才会出现 如果一个非洲国家发生了政变 其他本来不是很管用的 通常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地区性的国际组织 在西方大国的支持下要求民主化 原先有苏联背景 例如像是坦桑尼亚 赞比亚这些国家 相继废除了一党专政 开始实行多党民主 原先被亲西方的右翼军政府把持的 像毛里塔尼亚这些国家也相继推行所谓的民主化 但是民主化其实是须有其表的 因为民主化是要在民族建构成功以后才有意义 在民族建构成功以前的由各部落和军阀控制西非国家 列宁主义的党国实际上是打破这些军阀壁垒的唯一办法 恢复民主实际上是造成一种控制西方援助 或是控制少数口岸的当局 该当局实际上无论如何都是能制造出有利自己的选举结果的 对大多数理论上有投票的选民来讲的话 他们投票给谁其实都是看部落和军阀大佬的颜色 并不存在有真正的统计选民 而执政者享有极大的优势 在台上的人控制着选举监督机构 无论如何都能搞出有利自己的选举结果来 如果真的要推翻这一系列假选举的结果 实际上几乎所有选举都是假选举 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军事政变 在全球化的20年之内 由于美国不再支持军事政变 像它在冷战时期那样支持反共军事政变 但是现在这种必要性就没有了 同时非洲和其他高风险不安全地带的投资者也大量减少 因此非洲的政治逐步陷入泥潭 在这一时期 中国是唯一愿意大幅度增加对非洲投资国家 因为对中国资本来说 低风险的传统地区的好蛋糕 基本上已经被别人瓜分了 是没有出路 没有竞争力的 在非洲扩大投资 有一个好处就是 在全球化时代 美国和法国这些国家 会继续维持最低标志的秩序 而且欢迎中国的投资 因为他们自己的投资不愿意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 有中国投资就可以干一些赔本生意 或者是本来是赔本生意 但是将来也许能够有助于全国基建事业 以及各种利益不大的投资 在2001年以后 由国开行组织在西非的投资 实际上是在法国军队的保护下进行的 在法国人看来 西非的主要危险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特别是在伊斯兰国成立以后 当地的很多军阀和部落组织投靠了伊斯兰国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 他们全国的预算还赶不上伊斯兰国一个省 所以他们就处于黄埔军面对共产国际那种处境 在西非被遗弃的状态之下 同时 执政集团又基本上不可能被通过民主手段推翻的情况之下 投奔伊斯兰国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因此 西非的所谓恐怖主义威胁大为增长 而法国不得不派几千人马去西非评乱 因此 西非面临伊斯兰激进主义化的危险 这时 中国投资是法国所欢迎的 也是当地权贵集团所欢迎的 可以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 提供当地的就业机会 就像是中国在卡尔扎伊时期 对阿富汗的投资一样 是符合西方大国维持当地社会稳定的基本逻辑的 因此 在这个时期 中国投资大量的进入了西非 但它是不稳定的 它并不像是以前苏联在埃塞俄比亚 或者是中国在坦桑尼亚那样 涉及整个政治结构 是在接受原有政治结构的前提之下展开的 像中国跟色谷 多尔的关系 实际上是随着色谷 多尔的倒台而垮台了 中国在几内亚的侨民 基本上都是2001年以后才去的 随着中国投资进去了 基本上发生关系 也是跟当地的腐败官员发生关系 当然 在不发达国家投资 都会有这个问题 你必须跟当地的政治精英的某一派 别搞关系 发展关系 自然而然就会变成 当地腐败贪腐的一部分 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干部 本身自己也就是通过腐败集团勾兑起家的 他们的海外投资自然也就只能搞这一套 因此就当其他部落和势力来看的话 中国就等于是跟孔带总统周围的裙带集团 联为一体 廉价出售国家资源 得到的好处 放在裙带集团的腰包 而国家体制原有的其他成员 分蛋糕分赃布军 而人民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凡是有中国投资的地方 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这时 全球化渐渐的走向结束 标志应该就是2017年以后 苏丹的政变 这时 美国再一次恢复了冷战时期的做法 对有利于我的军事政变开始支持 因为苏丹的政变 推翻了巴西尔将军的政权 巴西尔将军的政权 是亲伊斯兰元教旨主义和亲俄的 还企图将苏丹的鸿海港口租借给俄罗斯 军事政变成立了一个新的军政府 号称还政于民 但是三年以来 其实并没有什么动作 但是美国却公开鼓吹 这个新的执政团 仅仅因为还政于民的口号 就是民主的代表 美国结束了联合国制裁达尔夫尔冲突 还发动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 豁免了他的债务 当然 他也取消了与俄罗斯的合同 接受了来自埃及的军事援助 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结束 美国开始算正滞账 不算经济账 像冷战时期一样 算正滞账 不算经济账的又一个迹象 因为中国在东非的投资 在埃塞俄比亚 南苏丹的投资 从经济角度来说 对美国是有利的 主要在于把赔本的基建项目搞起来以后 扩大市场的好处 以及产生具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的好处 因为主要进口的还是美国商品 把中国资本从这些地方赶出去 对美国生意人来说 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处 等于是把他的低级包工头给搞死了 但是从政治角度来讲 改变非洲最早的政治面貌 等于是取消1990年以来 中美在东非的合作 是配合中美外交大局的措施 与此同时 也就是在川普时代 美国对法国要求美国干涉 西非恐怖主义的意见 还是不敢冒的 在拜登政府上台以后 双方的合作就大大升级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几内亚就发生政变 当然 孔代总统本身也是年老婚馈 他要当第三任总统 主要是他周围的 他自己的部落和裙带集团的要求 而不见得是他本人的需要 而这样的裙带集团呢 也没有把第二共和国以来 统治几内亚的各政治联盟 全部敷衍好 他们在几内亚政权当中的地位 其实也就是袁克定那种地位 并没有把段祺瑞 冯国璋 这些领军的大将敷衍好 在分到蛋糕的时候 没有给他们多分 当然这个跟白屈党自身的判断力 是有一定关系的 就是说一个人很难摆脱自己的阶级出身 当你在判断谁是VIP 谁是无关紧要的人的时候 一般来说 除了你得到的可靠情报那一部分以外 你是本能地根据自己的习惯去做的 而白屈党的的习惯就是 他认为周围人都是农民工 只要搞定了几个改革开放干部 我们包工头的事业就可以所向无敌 费拉右派一般都是这种观点 但是这种社会环境 在中国以外是不存在的 中国之所以会是这样 也是因为毛泽东替他们完成了削帆的任务 把地主资本家和社会上所有强力人物都打掉了 弄得全世界除了体制内的各种干部以外 只剩下贫下中农 只要不是体制内干部 知识分子也是体制内干部 改革开放干部也是体制内干部 只是体制内干部不同派别而已 社会上非体制内人物全是贫下中农 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 而且他们是一团散沙 不可能团结起来的 但是在世界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 情况是恰好相反的 我们要注意 不发达国家有一个含义是什么 就是他的政府权力是极其软弱的 或者说就是基本上是形同虚设的 掌握权力的是前现代的部落酋长了 军阀了 宗教人是诸如此类的 这些人的势力本来就比左宗堂时代的儒生要强的多 例如像塔利班这些宗教人士奥马尔这些人 他们就相当于青年左宗堂这种人 他们在经济上只能算是小地主 私塾先生 罗德兰 左宗堂说白了就是私塾先生 但是他们在乡里面的影响力 比起有钱有势的大地主和大商人更大 因为他们手里面掌握着儒家的和伊斯兰教的大一名分 我教你们不仅是教你们十几百个字让你不用上扬学堂 而是教你们孔老夫子和莫罕莫得先知的道理 教你们怎样做人 教你们做人不会走错路 教你们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非正义 以及遇到非正义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 因此 在天下大乱的时候 是他们有能力组织起民兵来 变成大军阀 而有钱的大地主大商人 只能把自己的钱拿出来 他们自己就是社会上的强力人物 是比湖南巡抚 各省总督 或者是坎大哈总督 更称得上是当地社会的VIP 但是 白区党缺乏本身的认识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具体情报通知他们的话 他们是本能的 把除了组织项目的政府官员以外的其他人 都当做贫下中农来对待 这样子就要出大麻烦 马来西亚的事情就是这样搞糟的 主持2001年以后 输出的这群白区党已经不是老黄鹅时代的周恩来 李克农那批人了 尽管他们的最上层还有大批的红二代和红三代 这一点对共产党来说是非常致命的 我们要注意共产党的核心就是情报机构 共产主义 列宁主义的国家就是一个有国家的特务机构 而不是有特务机构的国家 特务机构的瓦房电话是一个极其致命的打击 这一点我16年就提出来的 但是没人关注 我是本能的 按照原有的列宁党早期的评价标准来评价他们的 像王立强还是什么人 就是台湾选举的时候 蔡英文当选以前那个泄密的跟澳大利亚泄密的王什么人 他们会跟国民党人蔡正元还是什么用微信交流 我第一次开始警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啊 因为汪精卫还在世的时候 无论哪一方面的情报机构都不会干出这么业余的事情出来 也就是在那以后或者差不多的时间 我才开始关心军事或者情报机构 但是在此之后 相关的这种情况一点一点的暴露出来 特别是马来西亚就是个典型的标本 说明白区党的上层人物 可能是比如说像陈元 陈元是谁的后裔呢 陈元是陈云的后裔 应该就是他吧 他因此是白区党系统的一个重要主持人 王岐山也是白区党其中一个重要主持人 陈元应该是符合老黄鹅的一个标准 但是他手下的国开型系统的那些人 到现在暴露出来的做法 证明他们现在是习近平搞反腐的主要对象 也并不冤枉 因为很明显 他们扮演了国内沦陷区改革开放干部 向国外洗钱 把国内不能公开的贪污收入 通过海外投资 或者海外情报活动的名义 理直气壮的换成了美元 偷运到了西方的这样一个角色 当然按照任何国家的标准 这个都是腐败行为 但有趣的是 这个模式其实是典型的改革开放干部的经营方式 就是当年深圳特区搞起来的时候 怎样才能避免体制内反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呢 就要两路下手了 第一 我们要捧一个或者几个跟正苗红的红二代 当我们深圳特区的头头或者保护人 要打过仗的 不是可能靠不住的科举出身的 更不能是被收编的敌对势力 真正的老共产党员当特区的头目 以便证明 我们是绝对不会背叛共产党的 第二 我们要塞钱 第一次塞钱 那时候塞钱还比较严肃 就是把王震这些老军头 请到深圳来大吃大喝 用高级宾馆 用这些土鳖年轻的时候 没有享受过的香港式的服务标准来伺候他们 于是就打消了很大一些抵抗 当然 后来进入21世纪以后 这个待遇也就是香港级别的待遇 但在80年代初是足以收买王震的 后来要塞的钱就更多了 这点招待根本就不算数 必须让他们在香港或者新加坡开户 或者借助什么埃塞俄比亚投资的机会 帮他们把大批美元转移出去 形成一个腐败联盟了以后 这是才能搞定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 搞海外投资这件事情 虽然在川普时代以后 被认为是中国的主要渗透 但是在中国体制内部 其实也就是像建立深圳特区一样 是一个引进资本主义 产生资本主义污染的危险行动 所以也是必须要类似精英的 所以领导人当中必须有成员这样的 王岐山比较特殊 王岐山等于是个统战人物 他跟翁永熙他们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清流派 在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大影响的 然后他背叛了 等于他们就是赵紫阳和六四活动的社会基础之一 但是后来翁永熙在六四以后就被打入冷宫 而他却像甘阳和很多六四学生领袖一样 绝今事而作非 重新投靠了江泽民的腐败改革开放集团 重新红了起来 因此他在党内人士看来就是个统战人物 而成员则是可靠的自己人 从上层看来 黄鹅系统的结构还存在 但是从实质上来讲 这就像深圳特区一样 老黄鹅的存在只是一种贿赂收买活动 并不是说他们真的能够维持列宁主义传统 而是搞改革开放 换句话说 做美国全球化活动的马仔 低级打工仔 把我们的土地卖出去赚一些钱来分 只是一个分赃机制 真正主持事务 办事的方法是包工头的方式 就像中国在马来西亚那样 这种方式跟中国大多数 各省城市 搞改革开放城市是基本相同的 就是特权招标 腐败官员搞官商合作这一套 也就是纯粹的腐败而已 能够行得通的前提 就是所有强力部门都站在你们这一边 而周围的社会只有贫下中农 所以国开行在非洲主持 我们要注意 国开行是白区党的重要机构 但不是全部机构 2001年以后 白区党的经营体系是极其混乱的 借助全球化出去的经济结构 是有好几批的 国开行只是其中一批 但是非洲 特别是西非和南非 国开行系统是比较占优势 同时传统的老黄鹅 就是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存在 甚至在瞿秋白时代 就已经存在的那些旧的黄鹅机构 仍然在存在 仍然在工作 同时 改革开放时又增添了很多机构 所以 中国的白区党系统处在正出多门的状态 无论如何 国开行 西非开发 南非华商出口这一方面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腐败输出模式 它自身就是用贿赂分立的方式 来对付自己的国内的黄鹅和其他有可能从中作梗的权势人物的 贿赂 把足够多的蛋糕给了他们 买到他们的绿灯以后 剩下利润就要由改革开放干部和包工头来分了 贫下中农出身的劳工 只能挣一点辛苦钱 把它们弄出去 用他们的廉价劳动力赚钱 包工头 改革开放干部就可以发大财 当然 需要收买那些老黄鹅 这个模式到西非自然而然就跟当地的腐败集团对接 同时 他们根据自己的习惯 也就自然而然的认为 主持工程项目的非洲开发官员和他们背后总统的权势 就是他们要收买的全部 由于他们进入西非的时间太晚 他们没有经过冷战时期 军人集团不断的根据太上皇的意思 更发动政变的那个阶段 他们见到的是一个消极的军事系统 在美国所倡导的民主化 不管你们原先的出身是什么 通通他妈的给我还政于民的口号之下 显得相当消极和被动 因此 他们在考虑VIP时候 实际也就没有把这些人考虑进去 周恩来和李克农应该是不会犯这个错误的 毛泽东时代的叶剑英旗下的猪将 也不会犯这个错误 无论资源多少 资源是多是少 他们至少是对武力的重要性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件事情 都会看成是无需说明的 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改革开放干部是 不怎么瞧得起人民解放军的 人民解放军大多数都比他们要穷得多 而且是贫下中农成分 只需要搞定腐败官员就行 贫下中农出身的士兵算个球 因此他们在寻找VIP的时候 他们找的经常是比如说 法国人留下的当地土豪 商业代理人和当地拥有资源开发权 投标权的部落长老之类的 国开行曾经非常努力的 专门展开寻找VIP的活动 就是到一个地方就把当地的VIP找出来 想办法把他们拉入自己的体制内 比如说我们出口的那些中国廉价产品 会不会导致原有的出口 法国产品的代理商日子不好过呢 这一个人很可能是当地的VIP 我们要把他先收买起来 再给他足够多的钱 免得他们反对我们的项目 他们的工作是做得非常细致的 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说 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 否则的话 中国的全球化根本是无法进行的 但是他们找到VIP显示不是全面的VIP 这一点在东非在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已经充分证明了 纳吉布显然是完全控制不住巫统的 而巫统本身也不足以控制马来社会 他搞开发搞得过分的结果 就是导致土著团结党 占据了巫统在60年代兴起时候的生态位 像巫统当年对待马来旧的王公和地主一样对待巫统 结果产生了最近几年 马来西亚不断的政变和反华势力高潮 反华势力体现在什么地方 就是原先马华工会跟巫统结盟建立国民阵线 一直是执政联盟的次要成员 由于土著团结党的兴起 首先是土著团结党跟希望联盟 构成一个脆弱的反对联盟赶走了国民阵线 而赶走国民阵线的结果是马华工会引救 因为主要就针对华人和白曲党的引救退出了执政联盟 然后巫统跟土著团结党建立联合政府 又把希望联盟也就是传统的主要反对党挤出去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把执政联盟给打散 把原有的马华势力从执政联盟中打了出去 把强烈反华的土著团结党加入执政联盟来取代马华的地位 本来马华在执政联盟中的马华工会 在反对党的新希望联盟当中有民主行动党 等于是执政党和反对党都有他的人 虽然都是次要的 这是1960年代暴动失败以后 华人企图获得主要角色失败 新加坡退盟 60年代暴动失败以后 华人被迫在马来政治结构中扮演小角色 但是还有个稳定的小角色 然后在最近政变中 这个小角色被挤了出去 新希望联盟再跟土著团结党机会主义的 因为土著团结党是比执政的国民阵线更反华的 更加土著的势力 而民主行动党呢 就是比执政联盟当中的马华工会更亲华的势力 所以他们除了共同反对独立联盟以外 并无共同利益 结果这样 机会主义联盟很快就破裂了 结果产生出来的新体制 巫统 比巫统和土著团结党为主的新体制 把马华工会在执政联盟中的地位 和民主行动党在反对党当中的地位 全都给踢了出去 反对党联盟收买土著团结党 显然比收买民主行动党更重要 执政联盟显然也是收买土著团结党 比收买马华工会更重要 结果使整个社会比原先更进一步倾向于排华 这就是你只抓住包工头 而失去了大多数土豪的人心的结果 说明新时代的白去党 辨认VIP 识别VIP的能力 这方面是经验非常有限的 经验非常有限 主要是阶级出身的问题 他们尽管从资本的角度来讲 带去的美元 虽然不一定比基诺维野夫时代带着珠宝去的 马林这些白人大也多 但是肯定要比六十年代 叶剑英派出去的那些人要多 但是他们识别重要人物和评估武力的能力显然非常差劲 他们心目中的世界图景 明显就是他们自己在沦陷区搞开发建设的世界图景 军人算不上什么 最没出息的才当军人 军人跟贫下中农是同一词 不必特别收买他们 最值得收买的人是那些掌握 比如说土地审批权 诸如此类的人 土地审批权的腐败集团 才是最值得收买的VIP 这种判断当然是严重走偏了 他们没有意识到 没有搞清楚土豪学所依赖的资源是什么 因此才会出现提格雷人战争和东非大乱这样的局面 他们现在在阿富汗的经营 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展开的 他们认为坎大哈的包工头是最重要的 能够通过他们修路搞建设赚到很多钱 但那时候是卡尔扎伊时代 大体上就是阿富汗在2004年以前 美军是能够控制住局面的 卡尔扎伊第一任政府时期 白区党在阿富汗的经营关系 主要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他们贸然搞出去的话 显然是对塔利班内部的派系结构了解不清 也对支持塔利班 但是不一定一直支持塔利班 也有可能把塔利班像是马来人对待巫统一样踢出去 转而支持其他势力的那个背后的部落社会是全然不了解的 所以在阿富汗接下来还会发生更加可怕的事情 当然在西非也是这个样子 西非经营的白区党包工头集团要的是旅土矿和铁矿 为了支持铁矿 他们又重新修了一个很长的铁路 首先为了捞到铁矿 矿区的审批权花了150亿美元 又修了条铁路 准备把铁矿实运出来 又花了150亿美元 同时他们还进口了大批铝土矿 这种垄断性的矿山开发 其实是政府单方面定价的 我说是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价格 因为我处在垄断地位上 而这个价格算高还是算低 也没有固定标准 全看当时的国际形势 所以在国家遇上财政困难的时候 按说的话国家的主要收入 那就涉及一个石油属于墨西哥的问题 就是20世纪初 墨西哥在面临国家财政危机的时候 要不要提高对往往是英美资本控制的 石油开发的收税 这是个重大问题 提高了收税 钱马上就来了 20年代所谓的关税问题 就是大清国赫德爵士 他会留下的低关税标准 相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社会 显然是偏低的 因为第一世界大战以后 全世界都提高了税 要不要废除协定关税 宋子文提出的收回关税自主权 就是墨西哥收税自主权类似的 收回了关税自主权 北洋政府的财政窘迫 就可以得到解决了 我们就能够支持起更大规模的政府军队了 对于非洲都很明显 就是要提高矿权的问题 但是赢联盟 就是几内亚国家资本控制的矿产开发公司 和白锡港矿产开发公司 建起来的合资集团 是矿业的主要经营者 他们就形成一个 类似于墨西哥石油买办 和赫德爵士的海关 围绕特别是海关形成的 上海买办资本家这样的集团 这个集团不高兴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提高关税 也不高兴墨西哥提高石油价格 他们的利益跟帝国主义是连在一起的 换句话说 在几内亚就是几内亚国家资本 这个国家资本是一个吃干饭的位置 很明显最适合用来安排执政集团的小姨子 或者说诸如此类的3767 他们跟国开行所操办的这些开发集团 主持一个叫做Win 营 联盟的商业集团 包下所有的矿产开发 当然只要他们把原有的价格维持不动 按照原有的开发协定 主要利益第一是落在中国的依赖铝土和铁矿 将来还要依赖铁矿原料进口的中国工业生产方面 而其次就是双方的腐败集团上面 因为中国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洗钱的 洗钱得到的好处就是改革开放干部派到国外去留学 或者是以其他名义去到国外去的子弟 移民到海外的子弟 而非洲那方面就是吃干股的 名义上在国家投资公司里面拥有一份股份 但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真的出钱 只需要分红 矿业垄断公司的利润越高 给国家的分红越少 换句话说 这个集团跟国家财政和吃国家财政饭的其他集团 例如公务员处在利益对立状态 他们要求矿业开发出口公司的利润尽可能高 给国家的分成尽可能低 这样他们自己的腰包就会尽可能的丰富 而吃财政饭的人员包括军队 教师和公务员则是希望国家财政尽可能的多 国家财政的收入越多越好 收入越多才能给他们涨工资 才能给他们拖发欠薪欠条 两个集团的利益是难以协调的 而且这是在GDP上显示不出来的 矿业开发的进行可以使GDP大幅度增加 但是他们增加的收入 推高了当地的物价 使得原有的领先阶级和原有的市民消费者 如果他们的收入不增长的话 反而更加难过 这一点其实就是西部大开发导致新疆大乱的重要原因 你到库车那些小城市去看 就可以明显看出两种不同城市 新城市是90年代以后 西部大开发围绕着中石油这些垄断矿产开发企业而打开的 那些新房子新建筑 是中石油和其他矿产开发集团 从内地来的人修建起来的新城 他们从当地的矿产开发矿产经营当中 捞到很多钱修起来这个新城 与原先的老城形成鲜明对比 由于他们的存在 当地的物价是非涨的 房价涨 各种物价也涨 而老城区居民 分享不到矿产开发的好处 却结结实实地分享到物价上涨的坏处 因此他们不能不凡 对他们来说 如果按照伊斯兰教逻辑来讲 就是不公平不正义 邪恶的异教徒 败坏我们的社会风气 用宗教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 于是就会爆发原教职主义的暴力事件 用民族主义的语言来讲 就是殖民主义者掠夺我们的资源好处 都给我都拿走了 不可能回馈给当地 除了建立我们自己的民族政权 也没有别的办法解决 所以90年代后期以后 新疆的局势就急剧恶化了 从GDP角度来讲 这是反映不出来的 其实GDP的增长 正是当地社会矛盾增长爆发的主要原因 所以非洲的情况也必然就是这样 过去没有矿产开发的时候 军队和公务员拿到的工资虽然不高 但是当地市场的物价也还很低 开发者一来 一批平地爆发户把物价推高了 而他们收入是涨不起来的 同时 这些爆发户 只代表跟总统有亲缘关系的几个部落集团 全国大多数部落感到愤怒 首都的消费者群感到愤怒 法国人训练的专业军人 他们认为 他们是这个国家唯一能跟西方平起平坐 就像凯默尔的土耳其军队一样 土耳其是个前现代社会 而土耳其军队却是欧洲军队 第三世界的国家军队发动政变 往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军事现代化 北洋舰队是按照欧洲标准建起来的 用的是德国自己都没有的最先进的经验 但是大清国大多数地方 无论是军队还是人民都达不到欧洲标准 只有我达到了欧洲标准 你们全都达不到欧洲标准 为什么不让袁世凯当大总统 袁世凯就是我们国家最先进的对不对 所以军事政变就可以一再发生 然而由于全球化 美国创造民主的缘故 他们可以暂时忍耐 他们有能力夺取政权 却必须忍耐 而全国的大多数部落 首都的大多数中产阶级都感到极度和愤怒 通过美国倡导的民主 他们都斗不过政府执行的选举舞弊 只要在任的政府就可以很轻而易举的通过准舞弊手段 当年西哈努克亲王在当柬埔寨国王的时候 就用这种手段不断操纵选举 而第三世界国家一般都是这样操纵选举 只要暴力冲突不太严重的话 各大国也是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真正如果政府不加干预的话 投票率是极低的 就像是加尼总统在阿富汗现在选举 只有26%的投票率 大多数人根本懒得参加选举 如果有较高的选举率 那就是比如说像西哈努克亲王 让他的情报头子杀海 还是什么名字的去动员民众 动员民众就是告诉你 你要是不参加 不去投西哈努克亲王的票 将来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如果投了票的话 我们也给你点小小的好处 说白了就是舞弊 这样就可以动员出50%选举率出来 当然这50%并不见得是真正支持 西哈努克的情况 这就是假选举 非洲国家局面跟60年代柬埔寨差别不大 所以掌握政权的政党 很容易用诸如此类的手段操纵选举 让反对党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通过民主方式获得政权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像在苏丹的情况一样 对于军事集团内部的分裂 一部分军人夺取政权这件事情 可以乐观其成 这样 他们就可以借机推翻 他们原先推不到的政权 当然如果不能包含军事政变的话 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因为几内亚是一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 但是无论是左派的色谷多尔政权 第一共和国政权 还是后来第二共和国建立起来的 比较亲西方的执政党和反对党 他们全都是由法语知识分子和法语精英组成的 他们就算民意上是穆斯林 也仅仅是个民意 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西方化的 而基层民众 大部分要么是信奉原始宗教万物有灵论的部落 要么就是在不同程度上 伊斯兰化的部落 这样会造成什么结果 如果反对派永远不能执政 执政集团里的少数人 就会永远执政下去 参加政治是多余的 普通人民看不出参加政治的好处 那么他们必定可以投向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给他们提供了另一种出路 在体制外能为他们承担这一种出路 比如说你的老婆被人打了 或者被西门庆抢去了 你按照民主正义原则 比如说在奥马尔时代的坎大哈 要不要进去打一个官司 进去以后 你卖掉全家的田地和毛驴 只够支付一个半月的律师费 还等不到开庭 你的官司就输掉了 你顿时回忆起来 当年大清皇帝还在 左宗棠这样的儒生 还在乡里维持正义的情况 你是用不着卖掉全家土地和毛驴的 你只需要省下半年的粮食 买点礼物 去给本地的私塾先生 或者是本地的地主老爷 这个官司就打下来了 现在的话 对我们穷人有什么好处 就是把正义的费用刷地一下 提高了五百倍 让我们在遭到西门庆欺负的时候 投诉无门 但是现在 我们身边不是还有奥马尔阿轰在吗 阿轰的权力 虽然已经不如左宗棠时代 但是还不是一点也没有 我就抱头痛哭 卖掉我的毛驴 去找阿轰了 阿轰啊 美国人派来的法官 不给我们主持正义 那是因为他们是异教徒员工 可是咱们可都是穆斯林 我们都是读孔孟圣贤书长大的人 你能不能替我指正一下 于是奥马尔阿轰拍拍脑袋 妈的 我虽然是个私塾先生 但是我实在看不下去 美国人支持军阀和政府官员 这样欺负我们老百姓 我手下还有一些弟子 西门庆如果不把你老婆还回来的话 我带领我的弟子去打他们 然后他去打他们 于是西门庆就跑到城里面去找军阀 你看 反动保守援教职主义开始复辟了 大帅 给我二十挺重击枪 让我下去灭他们 奥马尔一听不得了 是真的啊 我带着我子弟赶紧进山 跟山里的土匪连接一下 趁你们在乡里面折腾几个月以后 也该回去了 在你们回去的时候 我的扩大了的群众队伍 出来袭击一下 打一个歼灭战把你机关枪抢过来 然后事情就闹大了 一不做二不休 我们看看巴基斯坦能不能给我提供援助 于是事情就搞成内战 同样的事情就导致了 伊斯兰国2015年以后 在西非的大规模扩大 结果本地的军阀和政府军 已经镇压不了他们了 必须派法国特种队才能镇压他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出现了亨廷顿曾经在 变化社会中的社会秩序中 曾说过的一句话 绝望的社会不是那些会发生革命的社会 而是那些已经无法发生革命的社会 如果这些国家最好是像美国人所说的那样 我们通过民主 不用流任何人的血就可以改革国家 这个不是最好的吗 但是根据他说的理由 这件事其实是做不到的 这样就形成一种机制 如果能够通过正面和革命的方式 对统治上有所威慑的话 八个大大还进不来 结果连正面和革命都不能发生 那么穷人怎么办 奥马尔阿哄 只有你才能为我主持公道 难道不是证明 只有伊斯兰教才是真正的真理吗 我们除了投奔八个大大以后 还有其他什么出路 八个大大的势力 像野火一样燃烧开来了 然后八个大大再从叙利亚 调了一批先进武器 这批先进武器 比起当地政府国军的 在1960年代冷战时期留下的武器 还要先进20年 尽管这批武器在叙利亚是打不赢的 但是在你这打赢是没问题的 加伦将军 瓦西里 康斯坦丁诺维奇 布刘赫尔 1889年11月19日 至1938年11月9日 为苏联著名军事将领 是初期的五大元帅 在华取汉名加伦 1923年 奉派到中国 任广州军政府军事总顾问 1924年6月 出席黄浦军校开学典礼 参与黄浦军校的教学活动 1924年10月 及1926年5月 两次受苏联政府派遣抵华 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顾问 参加东征 北伐之筹划 或蒋中正之重视 1927年反俄 1938年11月9日 在斯大林的大清洗 被暗中杀害 1956年获得平反的武器 能打得赢必苏司机吗 绝对不可能 但是这些武器拿到广东 来打陈炯明 一点都没有问题 陈炯明用的武器 是什么年代的事情 土法战争那个年代的事情 同样西非国家的武器最先进的 西非国家最激干武器 还是二战时期的剩余物资 二战时期 英美法界中如果打完仗 多余物质 没人用送给你们殖民地的国家了 你们独立以后 我们不用的陈旧武器 统统给你 1945年的武器 有些比较幸运的国家 六七十年代打冷战的时候 拿到一批六七十年代的武器 然后1990年以后 再也没有看过新武器 很好 这些武器是很好打的 对不对 八个大大的那些新武器 连同伊斯兰教的正义过来 一下子就很收编很多部落 所以 几内亚无限期的搞下去 是很可能落到这种下场的 所以 法国的训练特种部队 出来搞政变 然后联合反对党 主持一个过渡委员会之类的东西 像苏丹的过渡委员会一样 敷衍一下外国 跟孔带总统达成一下协议 你们不是说逮捕总统不合法吗 我们逼一逼总统 清军策好不好 我们建立一个包容性政府 民主联合政府 美国人和法国人 不就满意了吗 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是什么 首先要把最大恶极的四大家族 全国人民一致痛恨的 被孔带总统保护的 这几个著名的贪官污吏 给我咔嚓踢出去 然后再建立一个 全国所有主要党派部落 都有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 这个联合政府作为过渡 举行下一次选举 当然到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孔带总统就不可能当选了 他没有周围群众来参与 就不可能当选 这样不就符合民主的标准了吗 这样就轻而易举的解决问题 然后国家财政怎么解决 把国家在矿产资源上的分红加上一倍 像宋子文说的那样 关税加倍 财政问题才能解决了 军人拿到了钱 然后多余的钱 再收买一下各个政府集团 让主要反对党跟军人集团 共同建立联合政府 这个过程可以轻而易举的过渡下去 这样是一个比较有秩序的过渡 因为他们并不想破坏矿产生产 政变后军政府已经要求 矿区的生产照常进行 这说明他们要干什么 他不是要杀鸡 他们是要分鸡蛋 要拿到更多的鸡蛋 所以事情还不是十分严重 如果真的十分严重的话 那么就直接把你扫地出门 你根本没法生产 但是这样的话 他至少在短时期内 在找到新人来接替之前 钱是挣不到的 所以目前的布局 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方向去走的 同时 尽管形势上加以谴责 法国人是不大可能不知情的 法国人训练出来特种部队军官 他们失去法国支持半年 就会没有武器 他们在政变以前 不会没有跟法国情报机构通过气 所以法国的谴责是虚的 实际上 法国人和美国人都不会高兴 孔带搞第三任期 只是没有办法把它搞下去而已 如果能够搞出一个比较体面形式 让他自己下台的话 他们是愿意睁眼闭眼的 所以这件事情 必然是得到法国的默契 而法国人采取更加大胆的措施 也是因为 法国在过去十几二十年时间内 推行的支持白区党投资的政策 已经到头了 新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头了 没有军事和政治靠山 靠纯粹的自由主义理念 我就是卖价格最便宜 就能上位的时代基本结束了 就是白区党改革开放干部习惯 这种海外投资的路径 已经基本到头了 而西非的垮台 只是一个小问题 重要的是 今后中国的海外投资 必须附加人民解放军的保护 如果人民解放军没有保护能力的话 这样投资会进行不下去 在没有保护能力的地方 或者在西方 你不可能进行保护 而同时 还有很多匪谍和腐败行为所在的地方 你的投资是很容易被清除掉的 从埃塞俄比亚开头 在利比亚已经证明了这件事情 就是旧的政府被推翻以后 原先的合同全部作废 最有可能的就是这合同就基本作废了 接下来是西方化比较彻底的南非 南非是另一个模式 开始清除腐败 腐败其实主要是要搞掉几亿美元的中国投资 南非的政府是基本上能够控制局势的 所以它不发动政变 也不搞什么内战行动 只是直截了当 以反腐的名义就基本上实现了这个目的 同样的模式可能会在欧洲本身展开而秩序不大好的地方 比如说像安哥拉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就会以更接近政变的模式来展开同样的活动 但是政治是有表象 有实质的 实质目的就是这个 过去20年 白曲党为帝国主义打工搞基建 自己赚钱 允许你搞腐败这种模式已经快要到头了 现在西方国家开始对针对中国腐败资本的政变大规模的开绿灯 那么没有武力保护的大多数投资都会在未来短短几年之内相继的垮掉 由于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 它现在是个大进大出的经济 对海外矿产依赖非常大 所以它会被逼到不得不以武力保护一部分投资 同时像一战前夜的德国一样 听任没有武力保护的大多数投资打水漂彻底损失 因此损失大量美元 因此不得不实行没有美元的异货贸易 所有这些步骤从全面历史角度来讲 都是向这个方向一步步挤过去的 主持人 好的 我完全了解 这样我就知道 为什么阿姨会说利比亚政变中国的损失其实是最大的 那我们还有一个一点点时间 想请阿姨评论一下 最近拜登政府有说要解密一个911的相关的文件 那里面主要是讲到沙特阿拉伯沙特在911的责任 阿姨有发了两个推文 一条是9月4号是写说西亚大撤退就要开始 大陆体系势必深入西亚真空 叙利亚战争和野门战争连成一片 黎凡特全境叙利亚化世界体系瓦解为互相对抗的大联盟和大陆体系 全球金融危机随之爆发 拜登政府坐定了张伯伦发明学的宝座 大陆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旋风相继卷入中国洼地 今天的9月12号也有另外一条推文在评论一样的事情 是这样说 美国在战争以前必须抛弃西亚真空 全球统治需要忽视沙特和巴基斯坦的911责任 以冷战体制的余音支持全球化 大联盟需要以此借口废除冷战体制的参与 想请阿姨帮我们深入再解释一下 刘仲敬 你看 这就是按照时间顺序相互排列的三个体制 A是冷战体制 在国内影响倒塌以后转化为全球化体制 全球化体制倒台以后转化为大联盟和海洋体系 冷战体系是中分世界体系 苏联在一边 美国在另一边 中央条约组织 巴格达条约组织是美国遍及全球集体安全体系的一部分 从欧洲的北大西洋工业组织到西亚的中央条约组织 再到东方的东南亚条约组织 三个集体安全体系包围了苏联势力范围 东南亚条约组主要就是对付苏联和毛泽东中国 中央条约组织所住的是苏联的南翼 中央条约组织是伊拉克王国和巴基斯坦参加的 东南亚条约组织也是巴基斯坦和南越和泰国这些反共的东南亚国家参加的 巴基斯坦一身参加两个组织 它是反共阵营的中流砥柱 直到苏联入戚阿富汗的时候 巴基斯坦的国运达到最高峰 里根总统知道 要锁住苏联通向印度洋的道路 只有依靠巴基斯坦 当时苏联入戚阿富汗的时候 埃及的萨达特总统说 围绕石油仓库的战争已经打开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通向太平洋的温暖水域 拿破仑战争以后 英国总督 英国驻印度总书记说过一句话 英国的国运基于俄罗斯帝国 永远不能在印度的温暖海域 或者哪怕是一个海港 俄罗斯如果得到哪怕是一个通向印度的海港 大英帝国的霸权就结束了 之后的大博弈围绕着阿富汗和中亚大博弈 就是为了堵住俄罗斯通向印度洋的道路 英国人跟阿古博的卡斯德哲德沙尔国打打交道 支持大清国 反对俄罗斯 支持阿富汗王国 把边境扩充到巴达克山 划出一条瓦罕走廊来隔绝俄罗斯 中亚和印度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绝对不能让俄国人踏上印度洋的温暖水域 不知道在哪一部日本电视剧当中 武田信玄在喝着味噌汤的时候说 相摩 相摩湾是位于日本关东地方南部的一个海湾 范围为三浦半岛南端成岛 三浦市到甄赫半岛甄赫甲町 之间连线以北的海域 得大海真美啊 绝对不能让常委常围警虎看到相摩大海 如果上山千信打到了海边 那么各大诸侯就整个完蛋了 天下就是上山家的了 所以根据同样的道理 俄罗斯不能看到印度洋 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沙特和巴基斯坦在冷战体制当中的作用是什么 沙特 巴基斯坦 伊朗国王这一线是堵住苏联南下的道路 他们是美国的冷战打手 冷战体制结束以后 很多原来的冷战打手都失去了作用 因为不能配合新时代 例如安哥拉的萨文比 他是里根总统亲自表彰过的安哥拉自由战士 以有效的游击战争 痛击苏联古巴 使安哥拉变成了另一个阿富汗和南越 苏联和古巴在这里流尽了血 但是冷战结束了 非洲不再重要了 美国人说 现在你们可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把石油公司承包给美国 让我们一起闷声大发财吧 这就是个历史关键点 你知道人倒霉还是不倒霉 主要不是看你平时的努力 这就是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所说的那样 主要看历史节奏 以及你在历史节奏的时候 有没有抓住 如果你在新的历史时期 顽固的坚持旧的历史时期的逻辑的话 那你就被历史所抛弃了 中国之所以能够奋斗到今天 还能够打到台湾 主要就是因为邓小平同志 而不是江泽民 江泽民其实是次要的 邓小平同志在苏联解体以后 坚决要求中国不当头 而且要停止任何反对美国的行动 千万不能把美国人的愤怒 引到我们头上来 让我们进入一个 赵江泽民的话 世界由对抗走向对话 你进入一个闷声发大财的新时代 我就不相信 让西方资本家发了财以后 西方的政府会跟我们作对 一定要让他们在这里发一笔 比北洋军华和国民党更大的财 他们才会忘记冷战时期的财忌 如果他当时不这么做的话 今天已经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在九十年代 随着埃塞俄比亚人民共和国一起倒台的 可能萨文比就是一个没有掌握要领的人 他不肯接受美国人闷声发大财的旨意 他说以前苏联人还在的时候 他们都打不垮我 现在苏联已经滚蛋了 难道我不能进城去自己独霸天下吗 美国人说这可不对 我们是为了民主和市场经济才支持你的 不是为了改朝换代 你要进去建立自己新的王朝 那么跟共产党独立他妈的又有什么区别 你省省加入联合政府 我们在联合政府里面给你最多的席位 反正你的部落是最大的部落行不行 萨文比不干 他一定要打进首都 这样一来 他就处在跟美国作对的地位上了 美国已经在首都成立了一个联合政府 虚系以待 现在你要打进首都 就不再是跟苏联和古巴作对了 因为苏联和古巴人都已经卷起铺盖滚蛋了 你要跟美国人作对 这是不行的 于是美国人就很轻而易举把你打倒了 里根总统清点的游击战争英雄和自由战士 就这样被美国人支持的联合政府打垮 而联合政府当中包含了很多前共产党人 却没有包含萨文比势力 这个不是美国原来剧本 美国原来剧本是你们特么都进去 安哥拉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 前共产党员社会贤杂 全国各大部落和萨文比全都进去 而且萨文比作为最大部族代表 他的代表是最多的 他只要愿意配合的话 他虽然不能独霸天下 当联合政府的最大党派领袖以后 当几年总统或者总理是没问题的 过度政府结束以后 他所在的不足不是他本人 他的代理人当上几年总统 总理应该是没问题 结果他就被打掉了 新的联合政府包含了比较知趣的共产党员 却没有包含贝里根总统清点的最大的反共力量 他就是一个没有抓住时事变化的典型 然后现在的安哥拉联合政府变成一个各部落的轮流坐庄的联合政府 也包括去萨文比化以后的安哥拉主要不足 但是他们不再受萨文比引导的 由中国和美国资本大量的要搞开发 历史进入了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当中 各种沙特和巴基斯坦这种冷战就盟有 他的地位相对下降了 因为没有一个苏联共产党反对 沙特还好 巴基斯坦就感到极度不安全 因为他再一次面临着有可能被印度肢解 而美国人不会管他的这种地步 因此他借助美国真空期搞出了塔利班 而塔利班又跟本拉登搞出911事件 911事件的真正责任 当然直接责任就是本拉登保护责任嘛 那么塔利班 巴基斯坦和沙特三分天下 谁也别让着谁 但是布什总统进行了适当的引导 让美国公众相信 罪魁祸首就是塔利班 本拉登是住在阿富汗 但是也不一定 阿富汗 巴基斯坦本身就是一个国家 对不对 本拉登是有时在阿富汗 有时在巴基斯坦 他实际上是死在巴基斯坦的 但是美国公众是完全不懂地理学的 巴基斯坦是在非洲还是亚洲 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 总统说是阿富汗搞的 那就是阿富汗搞的 我们就把阿富汗打个稀巴烂好了 这就是舆论引导 如果他当时把全部材料公布出来 那么大家有多少人要去打官司 去告沙特和巴基斯坦 那就严重违反了美国政策 全球化时代 美国政策是把苏联和俄罗斯本身 把苏联势力范围和全世界都包容起来 按照希拉里的说法 就叫做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什么意思 就是世界帝国 全都是我的地方 一个也不放过 阿富汗也不放过 同时搞垮了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政权 重建一个政权还是挺烦的 巴基斯坦和沙特 毕竟是我们的冷战老朋友 在全球化位置当中 希望他们不要像萨文比那样不支去 只要支去就好 全球化的心还在 那就有你的位置 因此我们要通知一下穆沙拉夫 你要清洗一下你周围的人 把这些靠不住的对反恐战争 有妨碍你给我赶出去 但是我们也不是像苏联一样 搞大清洗 把你赶尽杀绝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在2001年到2004年这段时间 塔利班好像是差不多 就像是安哥拉的萨文比一样 一块完了 塔利班的第二届埃米尔 后来也是被美国人打死的曼苏尔 在这一时期 就向卡尔扎伊总统申请大赦 他们都是普什图人 他表示说他要结甲归田 塔利班已经完蛋了 他要准备回家种地去了 在2001年到2004年就是这样 后来塔利班主要人物 都他妈回家种地去了 连他们都不相信 他们能够继续打下去 在这一时期 巴基斯坦政府至少在形式上 减除了那些当年在90年代 支持塔利班的那些高级官员 而美国人就暂时觉得满意了 但是按照美国人的民主原则 就是我们是只管政府官员 不管民间的 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基金会 如果愿意打钱的话 只要沙特政府不打钱 我们就满意了 我们不是共产党人 我们是民主的了 巴基斯坦那些人 只要退出了政府部门 我们就不再管他们 所以原先的关系网还存在着 等到反恐战争的声势 渐渐衰弱 巴基斯坦就变成了一个 极为荒谬的国家 一方面 它是美国的空军基地 美国在阿富汗军事行动 很多都是以巴基斯坦为基地来执行 是在巴基斯坦国军的合作下进行的 但是另一方面 巴基斯坦也是塔利班复活的主要推手 巴基斯坦到底是谁的 巴基斯坦的左手在打自己的右手 因为巴基斯坦自己内部的统治权是分裂的 文官政府一般不敢违抗美国人的旨意 军事情报局就基本上是塔利班保护人了 美国人只管政府这个层面 把政府都换成自己的人就可以了 深层国家它没有完全控制深层国家 跟伊斯兰主义的联系 过去曾经是 比如说哈卡尼家族是被美国通缉的恐怖分子 但是他们也是里根总统清点过的反苏自由战士 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 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联系 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反苏的一把尖刀 美国在中东的传统政策是支持宗教势力 反对萨达姆仗的左派准列宁党国家 这些左派准列宁党国家通常都要苏联当自己的靠山 而通常被认为是右派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 则是跟苏联代理人不共戴天 因为他们认为你们是无神论者 是无神论还是信奉上帝 这个是硬指标 是不能含糊的 因此是伊斯兰现在宗教势力普遍反苏 他们更有可能跟美国结成联盟 而同样这个联盟就变成跟美国在冷战时期是盟友 在全球化时代变成 虽然不一定是支持本拉登的 却变成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潜在支持者 这是全球化体制面临困难的主要原因 也是阿富汗战争打不赢的主要原因 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怎样才能打赢呢 只要你把沙特和巴基斯坦灭了 战争就打赢了 但是沙特和巴基斯坦不能灭 全球化其实矛盾就产生在这里 它包含着很多敌对势力 例如像中国 全球化没有中国是玩不赚的 没有中国的廉价劳动和廉价商品 美国的通货膨胀 美元的通货膨胀一定垮台 全球化体制建立在格林斯潘金融体制基础上 输出繁荣等于输出美元 全球化体制的繁荣 建立在全世界都用美元 而美国无限通货膨胀的基础上 美国无限通货膨胀意味着美国什么也不用干 咔嚓咔嚓的印钞票 日子就能一天一天比一天好 天下真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事情 全世界其他国家只要捞到了美元 顿时就觉得自豪多了 但是中国捞到大批美元 而中国不执行政治改革 将来必定是美国的隐患 同样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得到了全球化体制下的地位 这个地位美国过去用来反对苏联的力量 在苏联垮台以后必然会绕一个圈子 信奉上帝的人一定要反反复复打到一些万恶的无神论者 万恶的无神论者 赤裸裸的无神论者 当然是苏联 但是还有一些隐蔽的无神论者 当然是全球化时代的消费主义者 你们过的什么好莱坞生活方式 好莱坞生活方式是符合圣经还是符合古兰经 我们老师告诉你哪一样都不符合 对不对 所以美国的基督教原教职主义者 也看好莱坞的生活方式和纽约的左派很不顺眼 对不对 只是他不到处扔炸弹就是了 伊斯兰教的原则主义当然也看你不顺眼 我就扔了两颗炸弹出来 于是就要反恐战争 反恐战争是打不赢 为什么 因为反恐战争的重要盟友 中国巴基斯坦沙特全都是恐怖分子幕后老板 要打赢有什么办法 先把他们都能够开除出去 你就打赢了 但是执行开除使命该怎么执行呢 当然是我们从中东撤军 终止他们的援助 终止跟中国的贸易关系 终止跟给西亚阿拉伯国家 穆斯林国家的援助 把美国军队撤出去 但是请问这种撤出的行为 在历史上一般叫做什么 麦卡锡参议员说过的 谁失去了中国 谁失去了阿富汗 谁失去了西亚 你说吧 谁来当这个张伯伦 执行这个任务的人 从地图上看 必然是把美国从冷战时期的势力范围统统放弃了 这一放弃 岂不是在反对党和表层的舆论看来 岂不是就是你当张伯伦 奥巴马总统本来也想从阿富汗撤军 但是一撤军 阿富汗就陷入了 他就是当张伯伦的 因此他就狡猾的说 老子不撤了 我在竞选的时候 我也说要撤 但是我上台了就不撤了 谁负责来当张伯伦 我给你来个既鼓传花 全球化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经济危机虽然已经爆发 但是这里不是还有温家宝在吗 胡锦涛时代的政治局里面 不是还有李源潮他们在吗 现在是你们报效的时候 我给温家宝打个电话 现在你看 如果美国金融危机制不好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搞全球化 你自己掂量 于是钱就来了 我们要打伊拉克 上次打伊拉克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很多债券 不是也是你们买的吗 那现在你们再来一次 乖乖的乖乖的 于是击鼓传花的游戏 咔嚓转给后人 川普在竞选的时候 也信誓旦旦的说 老子就是要撤出阿富汗 然后他上台以后 他动了动脑筋 我把撤退日是定在下一任 第一年的五月 如果你们让我连任的话 我就负责 如果不让我连任 他就传到你手里面了 大家都不是傻瓜 于是就传花游戏 就传到拜登手里面 拜登有一个好处 跟川普不同 跟布什不同 跟奥巴马不同 他反正也当不了第二届 他再出来竞选 就信誓旦旦的说过 我年纪大了 就当这一届 所以骂就骂吧 无所谓的 我本来就当上副总统的时候 就以为自己这辈子到头了 以后就可以退休了 没想到 现在我还能当一任总统 已经值了 这张伯伦就是我当的好了 骂吧 所以你们骂好了 你们骂 死在阿富汗的美国人 都是我害死的 而且我不仅要害死他们 我还要公布一下911文件 然后再害死巴基斯坦 和沙特阿拉伯 一般人不大注意也门 但是这是不大对的 因为也门战争的军事质量很高 伊朗无人机在那里多达上万 大规模的在那里使用 也门战争的形态 很可能是为了大陆战争的出现 第二就是 其实布林肯上台当国务卿以后 就已经完全取消 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制裁 本来胡塞武装在也门 已经快要打赢了 首都都占领了 副总统 原先的总统萨利赫 已经表示支持他们 副总统就像是阿富汗的 现在代替萨利赫的哈迪副总统 宣布他自己是代总统了 但是他手上也没有兵 坐着船逃到了海上 全国都要被占据了 这时候 美国人出来发动沙特海湾国家的联军 打进也门 夺回了很多地方 使得也门内战 进入长期相持的地步 简单说就是 沙特人和伊朗 打了一场隐蔽战争 美国以前一直是制裁伊朗 连带制裁胡塞武装的 拜登政府上台以后 布林肯咔嚓一下 把对胡塞武装的制裁 全部取消了 于是胡塞武装又打回来了 现在胡塞武装推进线 已经推进到五年以前 哈迪总统 差不多快要逃到海上那条线了 过去被制裁这几年丢掉的东西 全部夺回来了 但是国际舆论主要是 英美主流舆论 对此次置若网文 也门战争 很可能是以后的 阿富汗巴基斯坦反恐战争的模式 美国人在厄利特里亚和海湾国家 有几个小的军事基地 在那里不断出动无人机进行轰炸 他炸死了基地组织的几个地区代理人 还炸死了几个S几个地区代理人 但是没有出动一兵一组 今后就像最近在阿富汗 进行两次轰炸今后的模式 今后的阿富汗模式 就是这个样子 出动大军是不行的 正规军是不行的 我们只派情报机构去捞到情报以后 如果自己组织和伊斯兰国有个重要人物 过去我们就炸死他 当地军阀打来打去干我们屁事 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有什么特点 就是因为他们以前杀过美国人 所以美国公众记得他 为了让美国人民有所交代 他们的大人物出来 我们要杀掉他 但是我们不直接派兵从空中击杀 他们其他个陆军阀杀人杀少了吗 一点也没有 只不过他们只杀本地人 不杀美国人 所以他们谁赢谁输干 我们美国人鸟事 你们一路打下去 如果要买美国军火的话 我们私人军火公司 根据自由市场的原则 来卖给你们就是了 OK 所以你们可以一直打下去 同时最近他把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撤了 俄罗斯在叙利亚不断增兵 而美国不断撤军 不是因为美国没有兵 而是美国本身就要撤兵 川普总统已经打掉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的公开据点 我们要注意 只是公开据点 他们像是上海地下党一样 继续这样在本地收保护费 其实美国人就不管了 这是一个巨箭杆的做法 箭杆巨掉 箭头还在肉里面 但是我们宣布八个大大已经死了 谢谢 我们已经打赢了 我们拜拜 剩下的事情 沙特请上来 这是你们的事情对不对 你们都是阿拉伯的 请我们滚蛋了 然后现在他又撤掉沙特的爱国者导弹基地 爱国者导弹基地 是第一次伊拉克战争 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时候 老布什总统派过去保卫沙特基地 现在美国人不但解除了对伊朗系武装势力的全部制裁 而且还把1990年代保卫沙特的武器全都撤回来了 沙特人不是付不起这个钱 撤回来的意思就是你他妈以后自谋生路好了 沙特人还有伊拉克政府 现在伊拉克政府自谋生路起来 他的下场不见得会比阿富汗喀布尔加尼总统下场好到哪里去 所以我觉得拜登总统很可能是觉得 等到各路军阀打进巴格达和利亚德的时候 大家很快就可以忘记喀布尔了 而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美国在西亚的巨额开支和伤亡到告一段落 所有的包袱都甩给大陆体系 西亚陷入军阀混战 那么必然有一部分土地落到伊朗手里面 巴基斯坦土崩瓦解有一部分是在中国手里 但是中国和伊朗整个大陆体系 哪有美国那么有钱 它是支持不起全局的 它不可能像是比如说冷战时期 如果美国撤出了 苏联是有能力把整个地方给吃下来的 但是美国撤出西亚以后 中国伊朗主持的大陆体系是接不下去的 只会出现大规模军阀混战 而维持军阀混战的开支 不会落到像美国这样的海洋国家头上 首先就是中国和伊朗背锅 其次是周边刺激帝国 美国支持的印度 以及美国部分支持的土耳其 以及美国不怎么支持的俄罗斯这三个帝国 他们不能放弃大陆 他们要负责经营 于是全球化体制不能解决的问题 一下子都可以解决 美国只需要守住沿海这个小岛 就继续可以当世界主人 非常廉价的建立世界霸权 然后再找一个借口 比如说西亚军阀混战 某一个中国和伊朗支持的代理人军阀 搞了一次萨达姆式行动 破坏了国际法制 这些军阀可能必然会发生的 然后美国再咔嚓一下 或者在台湾发生在哪里发生战争 咔嚓一下 整个把大陆体系强迫做掉 然后让俄罗斯印度和土耳其收拾残局 整个全球化体系不能解决的问题全部解决 但是这里面最关键的部分 就像是所谓的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人物 第一号是耶稣 第二号是犹太人那样 在大众民主世界的二战剧本当中 第一号重要人物是希特勒 第二号重要人物是张伯伦 战争英雄丘吉尔 其实是不重要的人物 谁他妈都能当丘吉尔的 因为基本实力放在那里 当丘吉尔 只需要做一些精神团结演讲 实际上你就可以当下来了 希特勒不好当 张伯伦也不好当 现在张伯伦有现成的人选了 而且下一步西亚大撤退 沙特和巴基斯坦垮台 相应的步骤已经搞出来了 阿富汗撤退 美国人民非常愤怒 拜登是注定要倒霉的 既然横竖都要倒霉 那就无所谓了 我在这个时候 把沙特人和巴基斯坦文件抛出来 让你看看是谁害死我们的阿富汗士兵 不就是巴基斯坦和沙特人吗 美国人民是知道该怎么做对不对 所以很好 沙特和巴基斯坦垮台以后 那么西亚就是叫全崩 张伯伦的业绩在这个时候 才能够全部告一段落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摆脱掉大陆的负担 以海空力量为基础 准备新的战争了 新的战争制造出新的体制 过去冷战时期和全球化时期欠下的债务 咔嚓一笔勾销 过去认为在现有体制 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的美国债务问题 产业外迁问题 诸如此类的问题 随着旧体制的倒台都根本不成为问题了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点赞和分享转发